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。 左右以为不能查,然帝以为密身之查查,乃众人之犯。 事迹至查,遂令郡守查密孝连,足以见帝之查。 查的本意我们都知道,就是细看,文中的郡守细查物观人,就是指郡守喜欢细看事物,观察他人。 从细看的目的来看,就能引申为看清楚,弄清楚。 所以成语明查秋毫,指的就是,眼睛看得清楚秋天鸟兽身上心长的细毛。 故事的开头,郡守为人细紧,足以查秋毫之末。 指的就是,郡守的为人细心谨慎,足以看清楚秋天鸟兽心长细毛的尖端。 从细看再引申,可以指细究考察。 如成语明查案法,就指从明里考察,从案里询问了解。 而文中的郡守知道里面有孝顺美德的事,告诉皇帝,左右以为不能查,指的就是,皇帝身边的人认为这件事无法考察。 细看过后就能辨别真假,好坏了,如尝百草之石,查酸苦之味,就指的是,品尝百草的果实,辨别酸苦的味道。 考察一个人的品行,然后予以推荐,这是隋朝以前的一种人才推荐制度,即查举制。 这时候的查,就可以指查举,考察并推荐的意思。 皇帝相信李密的品行,遂令郡守,查密笑莲,就可以翻译为,于是命令郡守,考察并推荐李密为笑莲。 以上都是查到动词译,将看清楚引申为形容词,即可以指清楚明晰。 如,事迹至查,指的就是,事情已经非常清楚。 而能够看清楚的人,通常都是明智精明的,如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查则无图,说的就是,水清澈到了极点,就没有鱼了,人精明到了极点,就没有朋友。 文中的皇帝不被群臣的反对意见所左右,坚持让郡守推荐李密,足以见帝之查,就指足以看出皇帝的明智。 查查是一个复合词,形容清净洁白的样子。 故事中,然帝以为密身之查查,乃众人之犯,就指。 然而皇帝认为李密的身体清净洁白,是众人的模范。 又到了总结时间,查的本意是细看,如洗茶物观人。 细看可以引申为看清楚,弄清楚,如成语明察秋毫。 细看再引申,也可以指细究考察,如成语明察暗访。 细看过后才能辨别,如查酸苦之味。 随朝以前的人才推荐制度为查举制,查因而又有查举,靠查并推荐的意思,如碎令俊首,查密笑莲。 以上都是查的动词译,将看清楚引申为形容词,即指清楚明晰,如事迹至查。 能看清楚的人也是明智精明的,如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查则无图。 复合词查查形容清净洁白的样子,如然地以为密身之查查,乃众人之犯。 OK,去答题抢进币吧! OK,去答题抢进币吧! healthy friends!